宾城双七八甲补选竞选期 才刚迈入第六天 就传出有参选阵营的竞选物品 被恶意破坏 宾州共青团团长法子里指出 西蒙悬挂在珍珠城一带的 38个横幅及53枚旗帜 都被人蓄意破坏 他以针对此事报案 并促进客方公平公正竞选 别做出这些挑衅举动 Bagi saya dalam kita menghadapi kempen ini kita tidak maulah melakukan kempen secara yang tidak sihat sebagai dalam kita menghadapi kempen ini jalankan ataupun kita harus datangkan kempen yang sihat jangan rosakkan rakan lawan dan sebagainya tetapi anak muda perlu tunjukkan satu contoh yang baik 阿兹里在威南警察总部 完成报案后指出 西蒙竞选团是在昨天午夜 大约12点30分 在珍珠城一带巡逻时 发现西蒙的竞选宣传物品 被人破坏 丢弃在地上及勾取里 并以国盟的宣传物品取而代之 他已把被破坏的物品 都已交给警方 他说由于案件还在进行中 他不愿做出任何揣测 但他希望接下来双方 都能文明地竞选 此次补选只有国盟和西蒙参选 投票日定在7月6号 请不联系列 前方思考 з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